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很正常的一般的婚姻中的老公老婆 而且还有好多小孩的麻烦是要忙 回遍传闻后 今世夫妻的名模洪小蕾终于肯面对媒体笑谈自己的婚姻生活 不过开口闭口强调的都是夫妻俩过得很幸福 前小姐还有联络吗 没有耶 现在人家有些家务事要处理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卷入人家的关系 不过一问到敏感人物 也就是外传介入洪小蕾和王世君之间的第三者 前得月洪小蕾立刻变脸捍卫自己的婚姻 而原本是好友的两对夫妻 至今也完全没有联络 我自己认为 我觉得那就是媒体在渲染 在琢磨我的家庭生活 那我觉得 我跟我的家人过得很好 我觉得我 我不需要去多做解释什么 我觉得我们自己开心就好了 而走出风波后洪小蕾也开始付出抢钱 除了日前义务帮忙走秀 如今更以50万元价码出席代言活动贴补家用 相照之下另外一位名模林佳琪就显得幸福许多 固定都有在运动 那我自己有私人的健身教练 然后一个礼拜大概运动三到五天 外传林佳琪的私人教练 就是她的神秘ABC男友 也难怪33岁180公分高的林佳琪 身材依旧保持的相当好 有了爱情之论 果然就是不一样 借采访詹明华太普波动